喂 您好 先生 您好 理财产品考虑一下吗 您是骗子吗 先生 我不是骗子 我这边是北京 那你跟哪儿找我电话啊 我们在后马库随机挑选 您是幸远有幸被选中 得到了这个发家支付的宝贵机会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这个一个月挣得钱 我 我挺心意见我 但是我想你经营什么的 你别说了 你挣得就有点少了 我给你指一条发家支付的路吧 五本万利 挣黄金 不用了 先生 这次打电话主要是给您推荐 我们优势的理财产品 首先请问先生怎么称呼呢 免贵称呼我姓刘 刘先生您好 不是 我说我姓刘 打野刘备那个刘 你说那是牛魔的牛 我发音不标准呢 咋的 刘先生您好 您发音很标准 可能是我这间信号不太好 刚才没听清楚 信号不好就挂了 刘先生 但是现在信号已经很好了 请问您之前有购买过其他的理财产品吗 没有 因为像你们这种打的电话呢 我一般都是当骗了 五秒钟之内就你挂掉 五 四 三 刘先生您先别急 先别挂电话 我知道您行的时候一定很忙 我用最短的时间问您几个问题行吗 快点吧 给他困了 虽然太有磨了 就在上午十点钟您就困了 哎我去了 我有什么磨呀 我干夜场那不行吗 你不是给我穿销吗 快点就吧 我困了 我这都要打呼噜磨牙 说冒话了 睡着了啊 先生 我不是强调 我是推销 五 四 三 先生 我这款产品门槛一百万 周期一年几年 花收一百分之十六 请了感兴趣吗 你说这个门槛呢 是啥意思 我现在是得蹦一下 卖过去是啥的 先生 我是用蹦的 就是最低投入的意思 但是我 我现在手头上就一百三十多 你那有没有就是门槛低一点的 最好就是那种没有门槛的 有吗 先生 门槛是一百万 你有一百三的话 完全符合条件的 不是 你这玩大了 不是万呢 我是说我这个兜里啊 就剩一百三十块钱了 完了明天还得充五十万钱地别卡啥的 你一百块钱跟我走着玩呢 一百三 我还利财几年 没钱就给我落地财 哎 不花钱就不能理财了吗 大婶 你这话有点说太词了吧 我跟你说 我就推荐你一个那个 大婶什么大婶 我刚才这个你都出现什么推荐 还不花钱 你没钱创什么大乐呀 咋还整出风雅了呢 我说我没钱了吗 我兜里没钱 那卡里还没有吗 你就告诉我 这客人还能不能接着到了 哦 你这卡里有钱是吧 好 先生您别急 我就想问问你 钱放你那一年 我有点不放心 你有没有短点的 先生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跟公司申请 给您争取半年期怎么样 那再短点的呢 有没有 嗯 先让我这位大婶赚钱 第一半年几乎就没啥收益了 而且像我们这种高收益力开产品 不会有更短的了 嗯 我跟你说啊 我就值得一个没有周期的 叫万王之王三帝 先生 要不您忙着吧 有点送嘴给您打个电话 别这样 我这不咨询 沟通 交流 可没有内开神的嘛 你就不能敬业点了 你别说话 我问你 你再说啊 就是你们这个收益 有没有就是说不给钱的 钱我感觉太足了 比如有没有什么给黄金啥的 有 你哪不起 你这话说的 瞧谁不起啊 我就想问问你们 有没有那种不用投入本钱 几乎没有周期 完了到时候给黄金 做回报的产品 不就这么简单吗 大哥 你这受啥刺激了 要钱哪里啊 是你不知道要挣钱 拿了菜一百百百百千 就跑我这儿来装大的 还没本钱 没东西给黄金 这路子走啊 你砸金片去了 我玩玩儿让傻子 我砸什么金片 我砸金片 这产品没有的话 我能瞎说吗 不说呗 我听说是啥工业产品 这怎么又整出方芽来来 不会说普通话嘛 我这款理财产品呢 叫黄金开荒串 银茶 西洋红 带个小红包 几个小红鞋 然后一堆老婆 老太太去挖银子去 当然不是了 西方魔幻题材 MMORPG手游 万王之王咱弟 法院二十一号 进行过山党 不信号客室 玩万王之王咱弟 组团开荒就能赢黄金 不用本金还没有风险 你那上班骗人成多了 你知道你这种电话 大握手 二十二多 我少骗一个人 我没有可能完成电击 完成电击 我就可能没有钱花 没有钱花我就可能要饿死 你是傻人凶手 谁不知道 大婶人 你可以说我是凶手 但是你不能说我们是做梦 因为我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挣金子 你考虑一下 点个赞再走吧